大山寇佑你不说啊 大山寇佑是吧 还有我们大山寇佑 这个大师傅在此 爸 我是寇佑 受我们当地政府的邀请 来这里 电商小院这里 现在呢 自从我寇佑厂 开业 政府呢 也知道我现在办的寇佑厂 很重视领导他们 很重视这些 问我遇到什么问题 他们可以能帮我解决的 就解决 所以呢 今天我很荣幸 受到他们的邀请来这里 直播一场 但是呢 扣佑的小黄说 应该就是在这几天下来的了 因为我检验检收报告 今天也是拿回啊 我现在进去看看 我们这 我们当地的特色 有什么特色啊 要拿大山寇佑 来这里 跟你们吹吹大山的寇佑 那美女 你呢 介绍一下我们这里 哪里的特产 这里 什么 这是西浪的特产 我们西浪的特产呢 主要是蜂蜜 还有花生饼 灶肉 这是新虚 还有还有一个哦 大山寇佑 你不说啊 大山寇佑 还有我们大山寇佑 这个大师傅在吃 这个是新虚的哦 这是新虚特产 有那个茶山鸡蛋 还有一个大理特产 还有一个大理特产 新虚特产 西大理的特产 明安特产 明洛特产 这个 北流22个乡镇特产 这个 这个 都在这里 我们北流的所有的特产 这个美女在这里 在这里 少顾 就是所有特产 主钱就在茶家里 威力够大 我们就是啊 我们北流 所有东西都被你拿在手里了 你就是这个了 这个是我们北流的 立香情 应该就是立之干 之类的 是吧 那我理解错了 对不起啊 这个是我们的桂盐蒜 不是 黄皮肝 黄皮肝 也是我们北流这里的 比如我们北流 非常非常多的水果 荔枝 龙眼 百香果 石榴 还有黄皮 等等等等等等啊 是吧 大家知道 小六为什么做得那么好 其实我们当地 我们当地 非常非常多的农产品 花生油啊 这个什么 什么 硬咬进咬啊 看到了吗 这个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随着我镜头看 如果看得到你们 有喜欢的 可以在评论区那里 给我留言 好吧 还有我们北流鱼 北流 自从古代到现在 北流鱼 都是非常有名的 人家说 北流鱼 鹿川是猪 薄白是通菜 玉林是 大番薯 呃 永县是 药子跟美女 所以我们每个 每个市 每个地方的 都有 每个地方的特色 其实我们北流 还有很多很多的特色 比如大山的靠肉 也是一种特色 对吧 大家看看有多少样子 小时候我们是 是上山去采来 做烧火的 现在可能是做 当意识品了 嗯 可能住在大城市的人呢 没有看过这种东西 但是 住在小山村那些 呃 就 不要告诉他们啊 不要告诉城里人 这个叫什么东西啊 呃 这里是我们西朗的特产 啊 西朗的特产有 啊 榨树肉啊 呃 花生啊 大山靠肉啊 是吧 也有蜂蜜啊 呃 水果啊 呃 这个什么 这个叫叫啥 我也不知道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北流的特色哦 哦 桂圆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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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植肝 龙眼肝 对吧 都 这些果干啊 煎果那些 都有啊 有 这样的 又有 你看这个栗子酒啊 龙眼酒啊 呃 等等 蜂蜜啊 你看这个蜂蜜 它已经 结沙 是吧 结沙了蜂蜜 就非常漂亮了 这个是 很好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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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